不同时区 不同生命体验 相通的情感和语言 欢迎收听你那边几点 这是Y脑全新制作的podcast节目 每期我们会邀请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华语来宾 谈一些共同关心的话题和故事 观察相似议题在不同土壤生长的模样 你好 欢迎收听你那边几点 我是主持人Ruta 在本期节目当中 我们要讨论的是关于代理孕母的议题 在台湾这几个月以来 掀起了一股是不是应该要开放代理孕母的讨论 由于台湾现行的人工生殖法 有可能在今年底进行修改 所以不同的政党也将会提出各自的修法版本 在今年的二月底 就已经召开了第一次的公听会 修法的讨论当中也有包括该不该开放代理孕母的意见 所以在台湾引起了高度的讨论 当然在针对这个代理孕母的议题背后 他们其实核心的争议就是在于 到底女性或者我们说女人的身体 是不是可以被当成商业工具来使用的 那这件事情有可能会造成哪一些潜在的性别剥削 或者是如果说我们从专业的角度 比方说从医学或者从法律来看 可能又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那最后可能也有很多人很好奇的是 真正拥有过代理孕母经验的人 他们又是怎么思考这个现象的 所以呢在这期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了三位来宾 分别呢是在美国的一位台湾妈妈Lily 她跟先生住在美国 那生了两个小孩 也曾经担任过一次的代理孕母 第二位来宾呢 则是台湾的妇女新知基金会的副董事长陈文威 她是目前在提供台湾的人工生殖法修法的一些意见参考的 非盈利组织成员 另外呢还有妇产科医师温慈 大家好 大家午安 哈喽 大家好 嗨 大家好 没有想到可以四个人齐聚一堂 因为我以前也曾经做过关于人工流产的题目 那当时也采访过乌乌医师跟文威 好那这个是我们的节目惯例 因为我们的节目叫做你那边几点 所以我接下来要问一下就是三位 你们那边是几点 大家好我是文威 我现在这边是下午2点07分 我这边现在是2点07分 好你是乌乌医师 嗨大家好 我是莉莉 我现在这边也是下午2点07分 对因为莉莉刚好返台 回来台湾就是探望家人的 所以我们刚好所有的人的时间都是在台北 那台湾关于这个人工生殖法的讨论度还蛮高 争议度也蛮多的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呢 我觉得我最好奇的就是我最想要请问的当然就是莉莉 因为莉莉的经验是还蛮特别的 之前跟莉莉聊过就知道你是两个小朋友的妈妈 所以我也很好奇说你自己当时还想要再担任代理孕母的那个起心动念是什么 一开始就是因为接触到原来有这件事情 而且是在我那一周是合法的 所以我就蛮有兴趣的 因为对我两个孕期 还有生产基本上都是非常顺利 然后我个人也非常的enjoy 怀孕的这整个过程 对所以我觉得当我有这个想法也有生理跟心理的这个能力 想要去帮助别人成家圆一个有小孩的梦的时候 我觉得嗯那就去做 嗯你刚刚说你的周是原本你是base在 我那边是玛里兰周 那当时你怎么样接触到代理孕母这个 不管我们说是生殖中心也好 或者是仲介机构也好 就我有点好奇那个过程是怎么样 其实蛮简单的你只要你在网路上直接搜寻 就是代理孕母的资讯 那其实就有很多机构的网页 可以让你去就是像是填表单 然后他跟你联络 然后就有被我们那边附近的几个机构联络 然后也有可能做一些前置作业的准备 所以联系你的是机构 因为他就是其实线上你就想了解嘛 那你就填出一个表单 就是我有意愿想要当代理孕母 那机构他就会跟你联系 最简单的是这个样子 就他们的网页上面都有表单 可以做填写 那你自己就是去查一下 可能像我可能偏好的是 离我家近一点的机构 那我就去填表单 想要去询问 咨询这样子 是怎么样让你没合到那个准爸妈 或者是准妈妈这样子 那个的话就比较偏后面了 因为一开始我们要有我自己 妇产科医生的一个开立的证明 就是觉得我适合去做这件事情之外 然后我还要有合法身份 然后还要提供我所有的生产记录 产检记录 然后让他们去做审核 确定我OK是符合资格的之后 才有下一步去做配对 然后配对的过程是怎么样 他们会帮你筛说你想要怎么样的 他们其实一开始也会有我的 就是类似意愿表 像是我想要帮怎么样的伴侣 或是怎么样的对象做代孕 像是老少配啊 或是异性夫妻啊 或是同性伴侣啊之类的 哦 是可以这样填的 可以可以 或是有没有特别宗教信仰的一些要求 有没有偏好或是性纪或什么的 对啊 那当时你填的是 嗯 基本上都可以 我出了老少配 哦 原来也有这样子的个案 那当时你代孕的家庭 也是亚洲的家庭吗 因为我有听到一个说法 或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是 亚洲的夫妻会比较倾向于 去找亚洲的孕母 因为比方说怀孕的过程的一些 作息啊或是什么的 比较相近等等 应该是这样没有错 因为我不是对方准父母什么的 所以我不是很确定 但如果是我的话 我也会这么希望 因为毕竟生活习惯饮食 都会比较相近 哦 所以你代孕的夫妻是 刚好他们也是中国人 嗯 他们其实结婚了 好像蛮多年的 但就是尝试了六七年 都没有办法自然怀孕 也是有做过什么试管 婴儿人工受孕这种 但就是没有办法自己怀上 所以后来还是寻求代孕 哦 原来如此 那你在代孕的那个过程当中 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或者是对方会不会提什么样的要求 比方说像是饮食啊 生活作息啊 或者是禁忌什么的 因为我印象中就是 我认识了朋友在怀孕的时候 他们很多人会被长辈要求说 不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做什么等等这些 嗯嗯嗯 像其实我觉得禁忌那些的 真的是没有 没有特别说什么 因为我一开始 我们在面谈的时候 我也是很明确的表达 我本身就是一个很注重饮食 跟健康跟运动的人 所以基本上不太会需要 嗯可能担心啊或担忧 就是他们这一点 好像还蛮放心的 所以也没有特别去提醒我饮食的部分 但就是可能我血减的时候 可能维生素D缺乏 但就是有关心我 然后也是说什么 多补充维达MD啊之类的 其实还好 嗯对 诶那那个时间你是可以运动的吗 因为好像有 我听到有一些 我知道怀孕期间是可以运动 但好像有些人会 就传统观念上会以为说 不可以之类的 哦可以啊 怎么会不行 我还是照样重训做的 我还会去跑步什么的 哦原来如此 对 那所以他们在你怀孕的期间 是人也要一起到美国 还是其实不用 嗯没有 他们一直都在中国 然后是到最后准备要生产的时候 那对方爸妈才来到美国 哦原来我自己有点好奇的是说 就很多人的想法里面 怀孕其实是一件还蛮辛苦的事情 尤其像我今年30岁 所以我很多同龄的朋友也都陆续 有小朋友的计划 差不多也都是在怀孕 然后我就听到还蛮多 蛮suffer的内容 比方说有人会说就是抽筋 半夜抽筋 然后有的人会一直吐 或者是只想吃麦当劳 我很常听到这个说法 嗯嗯嗯 整个身体会一直扁 或者头发也会掉啊 什么什么的 就我自己好奇是 你自己在怀孕过程中会有什么 很不舒服还是 对因为一般人想象中 怀孕其实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嗯 我觉得因为我 真的是蛮幸运的 真的没有所谓的什么孕吐啊 真的很特别不是 我觉得最不舒服的应该就是 前期可能真的吃不下 嗯 或是偶尔真的会有一点小反胃 或是最后期 可能睡觉的时候姿势比较局限 所以有时候会 下半身会酸啊 或是背酸啊 叫偶尔酸 连水肿也 我觉得也还好 所以我觉得我算蛮幸运的 没有特别的不是 Lily是不是年纪也跟我差不多 因为我印象中之前跟你聊天的时候 好像我们年纪 对 我三十一 我二十五岁就生我老大 所以是真的蛮早的 哦 就是一个哥哥 一个妹妹 妹妹 对 那你的家人对这件事情是怎么思考 因为通常大家会觉得说 可能先生对于这件事情 会不会有 比较反对的想法 或者是小朋友怎么看这件事情 因为弟弟妹妹其实应该年纪也都 还算 蛮小 但他们知道妈妈在怀孕 对不对 对他们知道 但我也有跟他们解释说 我现在肚子里面的baby 他的爸爸妈妈是别人 那他们只是先把这个baby 放到我肚子里面长大 等他生出来之后 我就要把他怀孕 他爸爸妈妈回到他们身边 这样 所以其实他们都蛮理解的 对 那我先生的部分也是非常支持 在我一开始有这想法的时候 他就觉得 嗯 蛮好的 因为可以帮助他人 然后其实我的身体也真的蛮适合的 然后我又想要去 做这件事情 他就蛮支持的这样 那当然我爸妈的部分会觉得很危险嘛 毕竟生起来就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然后你要替别人承担这个风险 当然还是觉得不好 但我觉得因为就我自己身体跟心理的这个了解 我会觉得我是可以的 所以就跟他说就是我自己也会小心 那也不用太担心 毕竟像医疗的部分也很进步 我可不可以jump in问一个 就我最三八 所以我就直接jump in问一个超三八 莉莉希望你不要被冒犯 你可以不要回答我 不会不会 其实我偷问一个好笑问题 我听过一个说法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妈妈嘛 那我但是我已经四十几岁 我离怀孕非常非常久远 但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我那个时候怀孕的时候 我跟我先生是 我很horny 我非常想做爱 但我先生非常害怕 他觉得这样会想到孩子 不好意思你 其实这个是在太private 这个我太想讲了 因为我觉得实在是太有趣 就说你的先生怎么去应对你们俩 因为毕竟你们还是夫妻嘛 我相信你们感情很好 然后他也支持你 然后你们还是会有这个信息 你们怎么处理 对怎么办 我就是做到身 哇 那先生会觉得怪怪的吗 因为你知道我 我的partner他就觉得说 好像有人在那边 他觉得怪怪的 有人 没有耶 他觉得也是蛮正常的 所以 也是没有特别觉得哪里怪怪 有什么 我们都很正常 就是撇除不会太激烈 之外 一切都是正常的 对 好对不起 听众朋友 我就是个八卦鬼 因为我朋友也会问 我朋友也会问 我就说 我说真的是做到身 太棒了 还比较好生 很棒 我想补充一下 就是我觉得这就蛮明确的 有一点可以点出 就是说我觉得在不同文化下 对于孕妇的想象 这是我自己的想象 就是说Lily处在美国这个环境 他们会觉得 怀孕就不是生病 也不是病人 那孕期当然会有幸运 所以可以性生活 就是这个观念已经 很落实在每个人的心中 那在台湾 确实很多男性觉得 孕妇非常脆弱 需要被保护 所以不能有性行为 所以就造成这样子的差异性 就从这个角度切入 就会觉得说 所以每个社会环境 能接受代孕的程度 也会有差 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 好像怀孕就是 会变了很多禁忌啊 然后周遭的家人的生活 会有所改变 可是Lily处在的那个环境 可能会觉得 怀孕就也不是生病啊 所以当然可以有性生活 那一定还是可以规律运动 其实就从 就是很个人 很隐私的事情 就可以看出 整个社会对于孕期的想象 就是会差非常的多 对 而且这个事情 不需要告诉准父母 对不对 就是 对这就是我要追问的 他们会不会 因为他来自中国嘛 我也很好奇说 中国的这个就是 Expecting Parents 那他们会不会在这中间 落力巴索 或者说这个 马亚兰政府 有没有对你有一些保护 或者说跟你讲说 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做什么 这个就是有明确的 合约上面有说 就是我们在准备 要植入之前 就已经开始 要植入之前的这一段时间 我们是不能有性行为的 前阶段 对不对 在植入前 对 OK 所以这个就很重要 所以我们也非常的 严 绝对没有做任何 这种违规的事情 所以就 那我偷问 他有说 那个合约里面有说 那如果我就是做了 会怎样 就是我一直 对这种合约 感觉困惑 因为你知道吗 对不起 因为我还是 就是法律背景的 那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在身份关系上面 通常会说 这种合约 他没有什么的 就是他会无效 就是说违反公讯养书 或是他没有可执行性 所以无效 所以这边他的这个合约说不可以 但是他有没有什么 所谓的强制 因为我的合约真的是非常之长 我相信 我相信 所以我没有真的 对 好恐怖 对 对 看过有可能也忘记 但是 因为我之前有跟另外一位医师 陈静欢医师 有聊过这件事情 然后他是有说 他的朋友确实发生了 这件事情 在国外找代理孕母 然后就有代理孕母 后来生出来的小孩 是他自己的小孩 对 他们还是有发生性行为 那应该是有违规啦 就是可能会赔偿之类的 但他的朋友好像蛮好 就是有把他收养 还是继续养 可是这个是指 就是发生一个 consequence 乌医师 我要举手了 就是到底他这边的医学概念是什么 就是他植入前 就自己先受孕啦 哦 对 所以在植入前有一段时间 是不能有性行为 因为就像那讲的 就变成说他怀的是自己跟先生的 对 那但这件事情有点有趣 就是你看 这就是法律人 医学人跟一般人 也不是一般人 就是有经验的人在讨论事情 我觉得有趣点在 我的意思不是说 发生一个consequence 我的意思是说 OK 就是不是每一次作哀 就必然导致怀孕或受孕嘛 但他里面是跟你说 就是严格禁止 你在这一段要植入期间 不可以做 那不可以做这件事情 如果他没有什么后果 那我们通常在法律的概念上面 就是说 放进法律的东西 说不可以做 当然我们大家都会尽可能去遵守 可是我是说 他的合约里面看起来 有没有任何的机制 是说你做了会有什么什么 比方被发现或怎样之类 当然他很难被发现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有 有没有任何具体的这种差异 我印象中是有看过这个 类似的案例 当然父母的部分 他就是告代理孕母 然后可能可以请求赔偿 侵权的部分也是要 可能就是会判给代孕妈妈 判给代孕妈妈的意思是说 就是对方不要了 对不对 因为合约上确实是说 他们是使用他们自己的禁止单纸 所以是他们小孩嘛 那因为他是完全不是 他们血缘关心的小孩 所以这就是代孕妈妈的小孩 哇 这个对不起 这个我们可能待会再想法律 但我听到有点惊慌 觉得可怕 不过我相信我们 所以莉莉就是一个 非常负责任的这个孕母嘛 就是说他刚刚有讲到说 他没有这样做 我很怕个万一 我还是听了抖抖啊 好没事 对不起我乱入 不会不会不会 这个讨论非常的有趣 而且我也想要 就是延伸问一下莉莉说 当时还有什么是可以保障 你的身体安全的条款吗 在你们的合约里 或是保险等等 比方说如果怀孕中途 你身体不舒服啊 或者可能影响到胎儿啊什么的 或者是你自己觉得 我现在的身体 好像不太适合继续 就是我想要终止那个认诚 是可以反悔的吗 你们的合约上 怎么谈这个事情 这个的部分是 要有医疗原因 不能说你只要想就可以做 要医疗原因是像 可能会影响到 我的生命安全 我的身体健康 或者是因为小孩的身体的 可能成长的发育怎么样 然后对方父母决定 还有医生也决定说 应该要终止认诚 那在之前我会有一个表单 就是问我同不同意 让准父母决定向减胎 因为医学原因减胎 或者是因为医学的原因 终止运期 之前我都会 都会有个共识 嗯就是因医疗原因 可能影响到你自己的健康 那才可以这样 那如果因为其他原因 而意外流产的话 你会需要赔偿或者是 呃不会 没有赔偿 但就是会 可能还要再进行下一次 看我愿不愿意再进行下一次 或是医生评估 我是不适合 这样子 因为我想说 如果是流产的话 可能对你的身体 会有一些影响 呃是会 但是这个的部分 如果是以金额赔偿的话 其实没有额外的金额赔偿 而是他就是 可能在你签完合约后 然后你就开始每个月 有固定的一笔钱 但是那笔钱 也不是一开始 我们所谓的那个base pay 他就是一个另外的allowance 然后是等到你的胎儿 有心跳了之后 才会开始有那个 每个月给你base pay 分期给 这样 他那不算定金 他就是每个月固定 给你一笔钱 然后让你去运用 所以当时收费 我可以知道一下 当时的费用是是多少 呃我的基本拿到的钱 就是四万美金 然后再加上 可能每个月的一些补贴 就是几百块的补贴 这样子 然后还有一些 可以买保鲜食品 买孕妇装的一些 几百块的补贴这样子 嗯 那这个报酬 对你来说 可能代表着什么 因为我们当然知道 可能代孕的妈妈 要承受很高的风险 那拿到这个钱 其实好像 以美国的薪资来说 其实并不算很多 嗯嗯嗯 他就是一个补贴家 用布小补的一笔 不多的钱啊 嗯 对他其实 真的不是什么 可以赚钱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唇为了赚钱去尊心 那真的是超级不值得的 嗯 因为你做的地方 也是在马里兰吗 呃 他们机构是在加州 哦 所以你是到加州那里去做 那这个收费是 大概就是 这个价钱 就是以加州 因为我知道加州 生殖中心什么都是 很成熟的一个产业 所以大部分都是 都是这个价格的范围 嗯 他有一个range 就是 因为我是外州运母 所以会再少一点 对 因为可能 我额外的支出 就会比较多 哦 你说可能通勤啊 或者就是去 对对对 哦 原来如此 但是大概就是 四万六万 甚至七万 第一次代孕的话 那如果是第二次 以上的话 会再更高 那我想要知道 就是丽丽 你在代孕结束之后 因为我们之前聊到的时候 你还有说 因为你在加州生产 那对夫妻 就是有陪伴你的 生产过程 因为我知道 刚生产完的时候 宝宝是会放到妈妈 胸口上吗 好像是第一次 母婴接触之类的 对对 那那个经验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下生完 确实 小孩是有放在我身上 但是那是因为 要等减几代 对 对 还有下面的处置 但放我身上 一下下之后 他们就给那个妈妈 对方妈妈 就是做skin to skin 所以妈妈 有一起跟你在产房里 哦 有 但我是憋住 认着 然后等他们来 才把小孩生出来的 哦 哦 是这样子哦 就是准备要生的 那个时候 他们还没来 当然他们在 其实他们 我一开始有产照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先去医院了 但因为还没有完全开 然后也不确定 到底要多久 然后我那时候很累 我根本没有睡觉 我就说 那还是你们先回去休息 然后我也在这里休息 因为不知道等多久嘛 对不对 对 然后殊不知 没几个小时就 啊 脚要出来 很临时 超突然的 然后他们要赶过来 要二十三十分钟左右 然后我就憋着 腿夹着 等他们过来 然后再生 这样 所以那个妈妈 就是来了之后 即刻就是把宝宝 给这个父母这样子 后来他有跟你有联系吗 有 有联系 但当下我们还是 在同一个病房 他们就抱小孩 然后后来 我也有抱小孩 然后也有一些 聊天一起合照 这样 嗯 那你生产过程 又举手 像我生产的时候 就是一个神经病孕妇 就是 我就觉得说 我需要心理支持 所以Lily 你当时有像我一样 是神经病孕妇 就是你生小孩的时候 是很坚强 就是完全 我自己来 这样子 然后不需要支持吗 还是怎样 嗯 你说有人陪吗 或者是 或者说 比方说 像我那个时候 因为就是 也要采取温柔生产 类似像这样 所以比方说 就会有人陪着我 然后跟我一起呼吸啊 或什么这些 那你的状况 当然是比较 那种典型的医疗生产 那但是好像 有一些情况 也会觉得说 有一个人可以support 会比较舒服 那你的状况是什么 我还好 没什么特别的差别 因为当下 我就真的都是一个人 就是在等 陆院了以后 在等生产的时候 基本上我是一个人 哦 那那个时候 你的先生 或是你的家人 他在我家 他在我 就是马里兰州 因为他本身 有一些残疾 他现在在看病 治疗中 所以他身体不方便 陪着我做这些事情 但是我的妈妈 跟我的妹妹 他们有到加州来帮忙 但我妈妈 她就是帮我雇小孩 所以她也没有办法 陪到医院 陪我生产 那我妹是有带我去 但是就是 我就跟她说 你回去没关系 反正 她也没什么事情可以做 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还蛮奇妙 因为我自己 还没有生过小孩的经验 但是我一直在想说 如果有一个胚胎 在我的身上 就是待了 可能也是十个月 然后 就我生了一个宝宝 虽然他跟我 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 你觉得你会跟他 有什么样的 感情吗 或是你现在会想念 这个小朋友吗 因为他应该已经 回他父母身边了 嗯 我是因为我真的觉得 就是 我本身就是一个 房东的概念 房东 嗯 对 我就是 有一个住客 在我的肚子里面 然后长大 我提供他食宿嘛 然后他长大 那时间到了 就送他回他 爸爸妈妈身边 所以我的真心 是非常的 替他们 全家感到 开心 感动的 因为 他们爸爸妈妈 还有他 就是他们 期待已久的 一家人的样子 所以我会替他们开心 但 我对这小孩 有没有所谓的 这种母爱 我是真的觉得 还好 没有到 人家觉得 觉得会很舍不得 或干嘛 我是 我是没有 这种舍不得的感觉 嗯 我这样会不会 听起来很冷血啊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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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不会 不会 因为 对啊 确实 生育就是一个 我觉得是 很辛苦的过程 然后 而且刚好 这个宝宝 确实 你也跟他们 这对夫妻之间 有还蛮强的 bounding嘛 你有跟我说 其实现在宝宝还是 定期update一些讯息给你啊 什么的 写信什么的 对啊对啊 就看他健康长大 我也会觉得很 很欣慰 很替他们开心 他现在几岁啊 还没半年 我可以再举手发问吗 好啊好啊 请问一下 你的那个合约里面 或是你的了解啊 就是说 这个小孩 他会不会知道 你是他的 这十个月来的妈妈 嗯 合约的部分 确实我在 看了一次之后 他有说 我就是 主动放弃 所有的 所谓的侵权 或是甚至探视权 等等 但是在 我跟 对方爸妈 就是在 签约 面谈的时候 就是有清楚的 说到 呃 我 我会希望能有 继续 后面的 可能 关心 或是了解 或是 想要继续 延续我们的关系 然后对方爸妈 其实也是 同样的想法 那他又说 他会让他的 小孩知道 他是从 代理孕母 我 村出来的 他是有 明确的跟我说 他会让他 小孩知道 然后也想要 一直延续 我们的关系 一直联络下去 嗯 嗯嗯嗯 了解 另外我 我刚突然想到 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边 我想要补充 一个新闻 因为这其实跟 人工生殖法的修法 它是没有 很直接的关系 但这个现象 好像越来越多 开始在 中国 委外的 代孕的 现象里发生 就是他在说 就不管是在美国 或是在其他海外的 国家只要是 接受海外委托的 不管是生殖中心 或是仲介等等 这个 就是有一个新闻 它是今年三月发生 就是他在讲说 有一个中国的独生女 因为中国有一段时间 都是一胎化的 他们不能生二胎 后来才开放二胎 然后有一些地方 甚至三胎 是OK这样 但最近 那个新闻 就是在说 有一个独生女 她已经是成年人了 那不晓得 她的妈妈 是不是还在 但总之 这个女生 她就出面举报 自己已经六十几岁的 老父亲 这个老父亲 她透过代孕 去生了一个儿子 然后那个儿子 是一个小婴儿这样 那她很怕 这个刚出生的小婴儿 以后会跟她争遗产 所以这个独生女 她就去举报 父亲 是违反中国的法律的 因为中国 不管是说 当时是不是还有一胎 就会有 这样子的事情出现 因为像莉莉 你是自己有仔细筛过 那个你的准父母的对象 但是如果像是 这种情况 我就有点好奇说 生殖中心 或者是代孕的 仲介机构等等 他们真的可以 筛掉 或者是说 允许这些东西吗 因为很多 这些事情 其实是家庭里面的 家务事 就我当时 看到这个新闻 我们是觉得 跟同事讨论 我们都觉得 还蛮正经的 然后他们还说 有一些是透过 专门的仲介 会去找高龄父母 就跟他说 一胎化 可是你的是女儿 那因为重男轻女 你想不想要 再来一个儿子 那你女儿 很多中国的年轻女性 又不婚不生 所以他们 就会去游说 这些高龄父母 想不想要再生一个小孩 来传宗接代 就我当时听到 蛮蛮shock 但最近有一些 这样子的新闻了 可是我觉得 这件事情 对可能仲介方来讲 并不是他们的问题 是吗 是这么说吗 就是这不是他们 应该去做筛选的 一件事情 对 因为准父母 他们双方的详细身份 或者是他们 需要这个小孩的原因 是什么 好像不一定会 在这个过程中 被揭露 对不对 对 或者是 他可能不造成一个 这个机构 愿不愿意帮你 找美好 这件事情 只要你有需求 其实都可以委托 对我来说 应该是这个样子 对 这可能也是 大家会讨论 代理育母 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 因为既然有这个 如果我们说 它是一个产业好了 就一定会有人 想要为了 争取更多的个案 就是去拉开这个 我觉得讲市场 好像有点怪 但就是 就是这个市场 那我觉得愿意 因为他们游说 然后生了一个小孩的人 也是很有勇气 你说六十几岁 还有一个 那就等于是 孙子在养 对啊 对 这是最近 微博上蛮多讨论 就三月多的一个 一个新闻这样子 很新耶 对 就是在讲一胎话 但是大家想要一个儿子 但当然这也其实 说白了也是因为 中国他们原本 为了管制人口 所以做了这样的政策 但是人们 其实他们的观念 并没有改变 就包括说重男轻女 或者是传宗接代 这些事情 都没有变得更进步 所以他们在使用 或者是在委托 代理育母的过程中 其实就是 还是在服务那些观念 但这就是需求的 对啊 是 这就是一个 比较沉重的议题 对 那接下来 我也是想要问一下 关于代理育母的一些 法律的讨论啦 对 因为我知道文威刚刚有提到说 你自己是妈妈 然后我自己也好奇说 当时你为什么 想要做这个决定 你的怀孕经历是什么啊 当时你的身体状况啊 还有你为什么想要做这个 当妈妈这个决定 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 很严肃的决定 好吧 就是我很希望 你可以听到一个 很棒的答案 但我的状况就是 啊 我怀孕了 哈哈 那我当时 其实我是个 算年轻的妈妈 我也是二十几岁 就生小孩 不能说这个小孩 不是我预期中 但是他确实就是 比较不是我想象中 就是哎 现在就会发生的事 但是他就来了 所以当时的身体状况啊 什么家庭的状况 也都OK 所以我当时就 开始怀孕 但我也必须说 就是可能我跟这个莉莉 就是天赋异禀的状况 不太一样 我也很年轻怀孕 那担心我的工作 或是说我的这个 整个身体的状态 让我觉得说 怀孕其实真是个 蛮辛苦的过程 因为我其实一直没有 好好的适应 整个这个怀孕的运气 所以我确实也 吃了些苦头 但不是那种很大的苦头 大概就是属于 大家都会听到 就是妈妈们最喜欢 闲聊的一些状况 比方我孕吐吐了五个月嘛 然后我的脚浮肿 非常严重嘛 还好我没有什么 怀孕的血糖过高 或是心脏的问题 血压的问题 那我当然生小孩 也是很顺产 但是就算 即便是这个过程 我个人其实 在整个生殖的过程 或怀孕过程 我也是很明确的 感受到这个 对我来说 是蛮大的一个负担 反正我小孩 现在养到十多岁了 就是现在也都升高中了 但是我还是觉得说 哇 每每每也想起 那个怀孕的过程 我都觉得 其实是很personal 我当然是很辛苦的事情 对 那你对于现阶段 台湾对于代理孕母 这件事情的讨论 因为我知道你也就是 有很多 可能政党啊 或者是政治 我可能也会想要 咨询一些 你们的意见 你自己怎么想 这个事情 是 我先说一下 我目前身份 是因为跟这个 妇女性质一起 那我自己本身 也就是 法律的背景 那 所以为了这个法案 那大家都比较知道 最近刚刚 也有提到 像陈勤辉委员 或说民众党的 这个陈勤辉委员 他们各自 甚至就说 整个府院党团 都有不同的版本 那对于我们 妇女心智的角度 是一个妇女团体 我们其实当然 不是认为说 女性没有自由 去选择 是否要成为 代孕的孕母的 这个权利 但是我们还是 立场上会比较认为说 如果要开放的话 并不是像现有的法案 这么草率就开放 这个草率的面向 建立在几个 就是说 目前我们看到的 各个党团的版本 或是说 各个办公室 推出来的版本 都没有最低的 至少就我在 对纽约或是各州的 这个法案的理解里面 这么完整的配套 那包括甚至 刚刚莉莉分享的 也就是说 她其实在整个 这个配套上面 即便是最开放的加州 我觉得他们好像 在相关的这个配套措施上面 都算是相对完整 那我始终是对于 如果太快的开放 而没有就 比方说 婚育的契约关系 就这个孕母 跟这个期待的 父母之间的 权利义务关系 还有尤其是第三方 这个受托的 甚至仲介单位的管制 还有哪些是最低标准 还有甚至这个孩子 出生之后 他的侵权认定的程序 然后甚至这个小孩子 是不是有一个 去取得父母亲 就是身世告知的这个权利 这个很多很多面向 目前的法案 里面都还没有呈现 所以对妇女心智来说 我们是非常审慎 紧张地在应对她 那另外一个 很hard call的议题 可能是关于枪记 是不是可以合法化 像这样的东西 所以好像她每一次 我们相续都在谈 这个女体 对不对 女体不管是 女体可不可以被商业化 对可不可以被征用 我就说 而且刚刚其实蛮好玩 我觉得莉莉真的是 心脏大科并且很坚强 而且她是个很友善 想要去帮助别人的女性 所以她可以做出这个动作 可是我不知道啦 我自己 或者说我可能保守了些 我始终对于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就 很确定一个配套 一个法律的机制 已经完整到说 可以保障所有的女子的身体 被征用 就是对不起 我希望你不要感觉被冒犯 我觉得你非常勇敢 那我们从来不去 blend任何的女性 做任何决定 我们相信你是 很完整 而且很坚强的女性 但我还是蛮害怕的 所以我就会 在这件事情上面 最近有比较多的琢磨 这样 我可以理解 那吴吴呢 我也很好奇 因为你在医疗现场 应该看过很多 孕妇 或者是包括 不孕症的女性等等 你自己怎么想这个事 因为我觉得他好像也是 同时在女性主义 讨论的两端 就是好像他是要保障 一些弱势的女性 但他同时也有可能会 造成一些剥削 就你怎么想这个事情 我觉得我还是 从一个医师的角度来出发 就是说 以前看到很多 比如先天没有子宫 或是他子宫曾经 反复手术 导致无法怀孕的女性 你真的就会觉得 如果有人可以帮忙他 就可以让他不要那么的 在这件事上那么的痛苦 但是接着接下来十几年 你就会 接生过非常多的产妇 那也跟很多的孕产妇很靠近 就会发现怀孕对一个女性来讲 真的是一个 非常大的转变 不管是身体或心理上的 所以就开始慢慢就对于 代理孕母这个议题 会越来越倾向保守 那我其实可以直接讲我的立场 就是我觉得 代理孕母这个制度 其实他是一个双面认 就是说如果他是镶嵌在一个性别很平权 那孕产妇已经得到一个完整照护的社会 那当然他就是会一个很理想的乌托邦 就是是一个女性协助 女性成为妈妈的过程 可是如果他不小心是放在一个性别不平权 或是医疗资源不够完善的社会 就有可能会像某些国家变成所谓子宫村啊等等的 那到底在台湾是怎么样 我觉得台湾当然是一个法治的国家嘛 不至于说代孕的女性就受到人生的限制等等的 但是你可以看看我们现在的社会 比如说女性无法自主的选择人工流产 女性没有办法解冻自己的卵子 所以代孕踩在这个上面说 这个是女性身体自主权 我会觉得有一点牵强 就是而且现在提法案的很多人 都是把他跟少子的话绑在一起 所以我觉得这个法案怎样被提出来 我很在意 再来就是说就医疗层面 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社会 对于怀孕这件事的理解非常的少 比如说我们会觉得流产 好像是妈妈做错什么事 但事实上不是 所以可能就有人觉得 那如果代孕的人去运动 如果流产了要不要赔偿 再来就是对于怀孕的想象也会比较狭隘 就觉得好像怀孕就要躺着 就要坐着 或者说有些孕妇不会孕吐 那为什么他会 就是我们对于孕妇的想象 可能就来自于身边的人 以及电视上 无法接受说 原来怀孕是有多样的可能性 以及生产是可能会有风险的 就是说 可能可以很顺产 但是有可能每年都有10到15个人 就是因为怀孕这件事情 就是死我 所以我觉得就这件事来讲 就一个医师来说 我不会觉得 我很不喜欢把怀孕跟性工作啊 或是工作混为一谈 因为不管你是从事劳动工作 或是性工作 你等于是出租自己的身体 去换取自己的收入 但是你怀孕这件事情 它是没有后台的 就是说你不能下班 你变成24小时 你就是有一个孕妇这个标签 所以我觉得对于保障一般劳工来说 我们可以有劳基法嘛 可是对于怀孕这个孕母的保障 其实就算是医生 或是很资深的医师 或是你真的筛选了低风险的 我们也无法保障这些女性 是绝对在孕期过程中是安全的 是无疑的 或者说她不会因为产后的低潮 或产后忧郁 或产中任何的并发症 影响她下半辈子 这个是没有办法做保障的 这也没有办法写在契约中 那我们的社会可以接受这一点嘛 就是讲的比较犀利一点 如果今天有一个怀孕母 因为怀孕的过程中 养水栓栓过世了 台湾社会经得起这样子的冲击嘛 这些我都是打问号的 因为我们对于孕产的了解 跟接纳跟包容 我觉得还相对是比较低落的 嗯 对 而且我帮大家补充一下 刚刚吴提到说 台湾现阶段的法律是 关于人工流产 或者是一个女性 想要去解冻自己 曾经存放过的卵子 这些 台湾目前的法律是非常 怎么说 异性恋 夫妻中心 就是都是需要经过 你的丈夫同意的 就是如果我想要 执行人工流产的话 我的丈夫要同意 我才能做这件事 那解冻卵子 也是我必须要有一个配偶 我有一个法律上的伴侣 我才可以做这件事 对 就是目前台湾的一些现况 所以这一次的人工生死法修法 也有人说是 原本就是非常异性恋的夫妻中心 因为我们原本的法律就是 只有已经结婚的夫跟妻 可以做这件事情 而且植入胚胎以前 也要经过丈夫的同意 这样子 对 这是台湾目前的现况 所以大家在讨论 这是修法 需要改哪些部分 这样子 嗯 那我觉得 其实刚刚吴讲的 还蛮完整的 但是 我自己也有一点好奇说 因为我自己可能还没有孝孩 所以我也想问问三位 就是你们在讨论关于 血浓于水 或是血缘这个概念的时候 你们怎么想 因为对我来说 我会觉得 这个感觉对我来说 没有很强烈 可能因为我不是一个母亲 因为 我觉得很多 想要有自己的小孩 这个需求 或是对于血缘 很强烈的这个需求 到底是 大家的看法是什么 因为 也有人讨论说 如果不孕阵的女性 真的很想要小孩的话 其实收养也是一个选择 为什么大家这么 这么在意 是不是自己的小孩 我先说好了 我觉得我当然在 就是personalize 或是说 我其实我自己也是个母亲 我很诚实说 我确实没有这种 血浓于水的想象 因为 老实说 我儿子对我来说 只有他很欠揍的时候 我想贬死他 跟他很乖子 我觉得他很可爱 的差点 当然我跟他是透过 相处之后 他知道他是我的儿子 然后我跟他 每天每天 日常的这些互动 建立的感情 所以 我并不特别觉得说 他在我的肚子里 这件事情出生 对我有什么太大的冲击 但是我在这边 其实也是要稍微 去点出一个很有趣 就是说 我没有办法替 这个其他人说话 但是 这样子的一种想象 跟tabu 好像是在我们的社会 就是一直存在的 就是好像 我们会说 在法律的脉络下 我举例好了 就是身份关系 法上面 其实它原则上 是一个很古老的法律 所以 目前我们的 这个身份法的一些想象 都还是从 这个血缘回中心 然后另外一个典型 就是从 婚姻关系去出发 从这两个交界 去行诉 所谓什么是身份关系 那身份关系 其实接下来 下一步才会去处理 就是在身份关系 之下的法律关系 所以其实有点有趣 是说 它这个大灾问 是说 我们现在的这套法律 它要去回应的是 当代对家庭想象的 一个松绑 还是说 它是一种 对我们人类 其实共同共性里面 还是觉得 它存在的 这个血缘的一种 配套跟解决 我在这边点出 这个议题 等于没有回答问题 但是我觉得 它是重要议题 是因为它也会联动到 我们这一次 这个人工生殖法 修法的脉络 我目前还是认为 这次人工生殖法 我要再提醒大家 我们传统人工生殖法里面 其实它是异性恋为中心 而且是异性夫妻为中心的 那对我们来说 我们当然觉得 新建 就是说 今天采取人工生殖 去松绑到 比方单身的女性 同性恋的女性 他们有权利去 拿出自己的卵 也就是说 我的卵是我的卵 我想要怎么使用 我可以使用我的卵 然后在配套安全的医疗 协助或措施之下 去执行这个人工生殖 可是我们过去以来的 这套人工生殖法 并没有把 代孕阵性放进去 从来没有 那现在目前看起来 大家常常把 人工生殖法绑在一起 它背后的逻辑 也就是因为 躺在那边有几个法案 一个版本可能是说 我们先就这个 人工生殖法 开放单女 跟同屋使用 动软的这个技术 去先做开放 然后代孕是另外一件事 还是说 我们就是要一起开放 或是说 要不要放在同屋法律 其实这件事情 目前就是我的了解 我上次参加 前一次工庭会 那还有很多次的 这个互动 我也很诚实跟各位说 目前的卫福部 其实他的立场 就是说我让你们吵 我都可以 那但是这次主管机关 一贯以来的习惯嘛 那可是对我们 附团来说 我们确实觉得说 我们是不是要 这么急救场 尤其在Given 我刚刚说的几个 两个大带位 一个是我们是不是 已经有足够的配套 第二个是 我们在这个法律上 回归很 fundamental的身份法关系 我们是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 我们是怎么样 去想象这个身份关系 我有点好奇 Lily的想法 就你自己对于 在台湾讨论这个议题 因为比方说 刚刚可能 医师有提到说 也许台湾人 对孕妇的想象 还没有到 像西方那样 就是我们可以 很自由的 在怀孕期间 做我们想做的 一些各式各样的事情 就你自己怎么想 这个事情 确实在 对孕妇来说 我觉得 在台湾真的是 还是非常的小心翼翼 可能吃什么 都会被人家说 你孕妇不要吃辣的 或是怎样怎样 或是不要喝咖啡 对咖啡这件事情 是被我妈念了很久 可是 我觉得如果在 有相对 去了解 真的去了解说 做哪些事情 有什么风险 或者是 对孕妇来说 是有益 或是有害的 去完整评估之后 然后才去 做我们所说的选择 这些的话 这也是对自己 或是对肚子里面的 小孩的一个责任吧 就是你必须要完整 去了解目前 吃什么 做什么 对自己或小孩 有没有害 然后才去做的选择 就是我是个负责任的 大人 的一个妈妈 我不会去 可能去做一些 伤害小孩 或者是 但我同时也不觉得 就是孕妇就应该要非常 小心翼翼 或者是什么 就是基本上 只要是无害的 或是有益的事情 我都觉得 不用去刻意避免 嗯 那你怎么想 就是因为我们刚才 也在提到说 如果我们把女人的身体 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 劳动的话 怀孕这件事情 没有下班 就是或者怀孕之后 还会有很多后遗症 比方说 我知道有一些人 可能会有 例如产后忧郁 或者是产后的一些症状 但那好像不是 合约或者是 DL 它可以完善的 包含的 就你怎么想 这件事情 嗯嗯嗯 像如果说 有产后忧郁症的事情 那当然 我可以 一样就是 去找心理医生 或是心理智商 然后对方 也是要去 继续去付这笔钱 或是如果说 我生产之后 然后可能 有哪一些 造成的问题 比如说 我真的是少了 什么子宫之类的 或是造成 什么样 生活上的一些 残疾 或是 任何不便 他们基本上 还是要去负责的 就是 讲男天也就是 用钱负责 嗯 就是有一个 最低限度 因为当然 在钱上面 还会有很多 比方说 道德的 或者是 对人的尊严 等等的 这些事 但目前 是用金钱 这件事情来 衡量这些价值 对 就是 确实它就是 有一个价码在 所以 可能对某些人来讲 就会觉得 那你身体 或什么器官 都是有一个价码在 那你不就是一个商品吗 但对我来讲 我觉得就是 多多少少 也算是一个保障 因为 如果说 有这一笔钱 说不定可以 当然它没有办法比你 就是我 我所承受的痛苦 或是我失去期望 我之后 所有的不便 当然 没有办法弥补这些事情 但 最少 最低限 就是 至少有这一笔钱 可以去cover 可能之后的一些开销 或是我需要去做的一些 应变的措施之类的 但代价是说 就是好像是有一点像是 十个月的 没有下班 然后他可能也不受 牢基法 而是你们 私人的一个合约的 管理 但这期间 你们可以上班 对不对 你们 还是有一些人是不行 可以 如果你本身有工作的话 其实都是可以继续上班 而且 你在代孕的时候 如果你需要请假 或是你没有办法去上班 像是 要请产假什么的 对方也要支付你 这段时间 损失的薪水 这个都是会先讲好的 对对对 但你会觉得很像是 经历一个 十个月的 上工作吗 没有下班的工作 对对对 我原本有点这个 我真的没有这么认为 因为 因为我也生活两个了 所以 也知道就是 这样子的过程 会经历什么样的状况 然后对我来讲 这真的不是一件工作 所以我并不会有这种想法 我就是每个人的认知不同吧 毕竟可能其他人会这么觉得 但就我个人而言 我并不会有这种感受 对 确实我是真的很想帮助他人 因为我自己 有顺利的生产过程 所以我觉得我OK 然后如果 因为可能会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就是为了钱 而去做这件事情 像如果今天 我真是为了钱 做这件事情 那我绝对不会是拿这样子的金额 嗯 而且我觉得你再给我多两三四 甚至五倍 我都觉得根本不够啊 因为生起来是多么 风险那么大的一件事情 我有可能真的会失去性命的 对 对 但我还是愿意 就是怎么讲 替他人承担这个风险 但我当然绝对是 不希望这件事情发生 但我知道这个风险下 我还是选择这么做 这也是我自己的选择嘛 嗯 对 因为我们也是在讨论说 如果你有拥有自己的身体自主权 那选择去帮他人怀孕这件事情 也是一种身体自主权吗 就这也是一个很难的 一个被讨论这样子 对 我想要jump in 补充几个 我刚刚很直观的想象 好 对 请说 请说 就说我刚刚其实听到莉莉这样 我当然觉得就是 我绝对相信莉莉她 这边在谈的这个莉她性 但我背后就是不免就要去谈 你看莉莉她还得为自己 defend 说她这件事情是一个基于要 要去帮助别人 其实这件事情背后就是 她让我们在这边几个 四个女性 甚至包括我们帮忙录音的这个 伙伴 我们五位女性居然在这边谈一个 明明是我们的事 但我们又要讲得很谨慎 我觉得背后其实蛮好玩的 就是说 what if这件事情就是我 我真的 就是我退到那么远 我不要让她圣母 就说我觉得你看我们女性的想象里面 只有两种嘛 然后怀孕的时候我就是个母亲很伟大 我就是个圣母 偶尔就是我退到旁边 我就是个whore 我就是个妓女 就是说你看 如果我们今天对不起的话 越去说 就是说女性常跟这个国家 被绑在一起的时候 她要嘛就是承载生意的这个圣母的角色 或是她必须互助的或是去助人的 要嘛就是说她可能今天就是个 呃 所谓的长期 她出卖她的身体等等好 那不管是这两种形象 我觉得她背后还是回归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今天如果我要说 my body my raw的这个时候 她的前提是我真心的觉得说 我拿到一个 甚至我说她这个工作 那我的这个compensation 她在市场的价格 是不是要高到一个程度 我觉得她才比较合理 那可是你看就是 我这边看到Lily 她当然not for money 我也对于相信 但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可能也奠基在 第一个Lily对于她 这件事情自己的动机是很清楚的 所以她可能比较是一个个案 但是也有很多情况 我对于就说 这个商品化身体这件事情 它背后的市场诱因 它可以很大 我们也不会说假装它不存在 可是接下来问题是说 这个商品的诱因很大的时候 我们最低的法律的保障到哪里 这个是拥有我们要讨论的 第二个其实更重要的事情是 我觉得Lily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 就她刚刚也提到 她是一个已经生育过两个孩子的女性 她之所以知道自己的风险 或是可以所谓的完成知情同意 这件事情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 她真的有经验 那目前我们躺在这个法案的很多版本里面 其实是根本没有这块的包装的 也没有这块的考量 也就是说 那你是说要要求已经有生育经验的女性 这才能担任 是否要 是否要 我们是否要 因为其实很有趣 我也稍微拉回来一下 就我的研究里面 包括刚刚Lily分享的 她是在加州进行前行 那加州我们都知道是最开放 那我们就算拉回这个纽约 我自己因为是纽约职业律师 那就我对纽约的了解 纽约她其实已经做了相应的这个保护措施 但是也蛮好玩的 她从第一阶段 就是纽约设有这个自运代理者登记的制度 那也是一样 她长得很像刚刚Lily提到的这一种 就说你有意愿要去做这个代理的登记 那如果这个流程做下去的时候 到底这个自愿代运登记的机制 用谁来做 我们是要绑给这个我们国内的卫福部处理吗 还是说我们可以有委托第三方机构 那这个机构她在做审查的时候 她要审查哪些要件呢 就是她的标准是什么 这位母亲她的自愿 是不是真的都知道了呢 这个知情同意 她能够知情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其实目前我们的反应里面都没有看到 好那这个是第一阶段 这个阶段才是去说找一个第二 甚至是第三方的许可 去执行这个配对计划 好那这个配对计划 它的配对是需要经过这个纽约州的财政部跟卫生部 经过这个法律的授权 然后实施这个管制的配对计划 而且它这必须要高度的被政府监管去做license 这件事情台湾目前推出来的法案 它就是交给医疗机构 其实对我来说 它背后的这个商业诱因其实是很大的 我其实不是想要imply说陈清辉委员 她自己背后有一个很强的商业诱因 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她代表 她本身自己就有做这个 就是人工生殖医学中 也就是国内前两大的嘛 好那我不是质疑她个人的这个 我相信任何女性如同刚刚立即说 她也有要助人的想法 可是我觉得在这块 现在推出版本 看起来这个好像就是很商业很商业 很商业很商业 那再来还有就是说 其他甚至包括这个 如果进到下一个阶段 我们这个胚胎植入的过程 它是怎样的流程 然后它如何植入 是怎样的医学中心去做植入 这个我们目前还没看到 当然现在法案都说 全部授权的卫福部去处理 那可是这中还有一块 我不知道在医学上 可能要请乌医师来educate我一下 但很重要的事情是 当今天这个胚胎 它的处分 就是说它植入前跟植入后 这个胚胎这中间出了什么乱子 或者说它这个到底流程上 我们谁能够取得这个 非胚胎的法律权利 跟处置的控制权 比方胚胎移植之前 胚胎取得后 这个都是不同的时间点 那到底这个胚胎归属于谁 然后如果万一这又甚至在胚胎移植后 发生了这个不同的状况 这个胚胎的归属权又是谁的 甚至是也有一些个案 纽约的个案是 今天这个遗传父母 也就是说胚胎的来源 他已经签署了书面 宣告他有一层的父母 但是或是他来不及签署之前 他们就死了 那这个代孕者 他就是怀了这个孩子 那这个小孩是谁的 好 那这个其实在纽约法里面 也有蛮多的这个要件跟讨论 甚至是这个代孕契约 进到接下来是怀孕的过程 代孕契约的过程里面 你什么时间点可以叫做代孕的开始 然后代孕者对自己的健康 跟福利的决定权到哪边 代孕者他是不是可以自己选择 自己医疗从业者的这个服务 代孕者在什么阶段 什么权利之下 他有权去终止减少 或是继续怀孕 那或者是说代孕者 有没有一定的这个保险去给付 代孕者有没有权利 在什么时候可以去终止 代孕者有没有权利去要求 有包括这一切过程里面 怀孕不适里面的心理智商或支持 或是身体上面的这个支持 医学的支持 这个当然我们都知道说 他可以用钱去处理 可是真的只是用钱处理吗 我们其实国内目前 对很多这一套智商的 facilitation 可是都没有放上来 纽约是有这一套的流程 但是台湾是不是准备好了 那还有刚刚有一个 就是刚刚莉莉有分享一个 她是真的是很nice 然后她也跟这个 她的互动的这个 期待父母之间 有一个很好的互动 那也很幸运 还好没有发生什么事 那万一发生 比方说不小心流产 然后也echo到刚刚才 欧医师说的 我们好像很习惯去 不论代孕者 他流产要是他的错 但其实常常不是嘛 那流产他就是有发生激励 那发生后 这个代理者 他有没有权利去说 我就再也不要做这件事 还是说 他得要再还一次 嗯 这个刚刚莉莉有提到说 他们可能会要求这一次 对 莉莉有稍微提到 他可能会要求 但是他是依据合约 他就可以要求你做 还是说 其实代理者有权拒绝 这个目前 其实各个州的 这个法律的要件 其实都不太一样 哎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 因为我们知道说 人工生殖这个事情 应该是以妇产科来说 算是 如果我们就把它当成 一个商业模式来看好 是一个很有利润的市场 那你自己观察在 这个产业里面 大部分的医师是 怎么想的 或者为什么你自己的想法 会是感觉好像说 哎可能我们可能要暂缓这样 我觉得应该是说 医师虽然职业一样 但是想法的分歧性 还是很大啦 也很多人问说 妇产科医学会 她到底是什么样的立场 就是说 学会今天当然是支持嘛 不然不会有 曾经会立委出来 大力的推动这个法案 但是学会的立场 并不代表 妇产科医师的立场 我相信就是 大家的看法 还是非常的 差异性非常大 我觉得这个还是取决于 这个女性 她的生命历程 就是她自己个人 怀孕是否顺利 那她个人在意血缘的程度 以及她接受到的资讯 就是我觉得一个人 接受到资讯会差异很大 就是如果说大家都看到很多 美好待遇的个案啊 或者是一直接触到 补育女性的心酸 她当然会站在支持这一边 可是你如果多看了一些 就是法律纠纷啊 或者说女性身体 因为法院被剥削的个案 你就又会流动到 不赞成这一法 所以其实医界的看法 我相信是很分歧的 对是 而且像刚刚你有讲到的那个 我本来想要再特别追问你啊 就是尤其你在临床上 看到很多不孕症的夫妇 就你自己怎么去想 刚刚我们提到说 亚洲家庭对血缘需求 很强烈这个事情 不会觉得这有什么 因为这就是文化的传承 就是你不可能一直跟她说 你要在意家庭价值跟传宗接代 结果你不顺利就跟她说 那你不如去收养 就是我觉得这有一点 就是站着说话不要疼 但是我想要补充一个 就是不孕的定义 就是说假设有一天台湾开放了 我们要很小心 因为不孕是一个操作型的定义 她临床上 医学上的诊断是一对夫妻 有规律性行为一年没有怀孕 那会不会有人钻这个漏洞 就是她其实并没有真的不孕 她选择代理孕母 就是代理孕母 她使用这个制度 制度什么时候可以启动 她这个其实是有点人为的去判断 所以这要很小心 实际操作上你要怎么去定义 她真的是因为子宫的原因 导致不孕 还是她其实是并不想要怀孕 这个就变成说 我们虽然是在支持 难以受孕的一方 但会不会反而是 她用她的阶级去剥削 不同阶级的女性 我觉得这个 就是因为不孕这个定义 太模糊了 太人为定义了 是 我也想要问一下 就是理理哦 因为我知道这个题目真的是 还蛮辛苦又很艰难 而且我知道你的选择 其实都是非常清楚 而且你也是很正面 而且很supportive的一个孕母 或者是一个妈妈 我也想要知道说 你自己怎么想说 代孕对你来说 是一种身体自主的展现吗 或是你自己怎么思考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网络上有蛮多的 当然理性的讨论也是一个 可是也有一些是比较 情绪性的攻击 你自己怎么看这个事 因为我知道你之前有在 一些social media上 po这个你的经验 然后我有注意到 你有被一些网友 比较不友善的攻击这个事情 我个人就是觉得 每个人的出发点不同 想法不同 经历不同 所以会造成 没有办法理解 或是同理对方的角度 这我是完全可以了解 也尊重的 确实因为就我个人的案例 我真的不是那种 可能会被胁迫 或是经济压力大到 去被逼迫做这件事情 或是因为我从小生长的环境 也没有说有真的有什么付权 或是这种事情 对我来讲 真的没有发生 或是经验过 所以我觉得 因为我生活在一个 很平等又很自由的一个 国家或是环境 对所以对我来讲 我没有那个经验 但我可以理解 他们的担忧 所以这件事情 我只是纯粹想要分享说 我个人的经验 或是想法 但我不会想说 用我自己的经验 去强迫其他人觉得 其实当然真是好事 就是美意 并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确实 可能对 可能弱势的家庭 或是女子 可能被被胁迫这件事情 也是的确会发生的 或者是可能在不平等的 可能合约或是待遇下 某一方会被剥削 这件事情 确实即使有完整的法律保障 或是完善的规范制度下 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但我个人也会觉得说在 因为我们也知道 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 或是曾经发生什么样的案例 然后而去找寻 那问题点在哪 或是提出可以解决的方法 那在法律上 我也会觉得 如果说像提出 有所有的一些问题 或者是疑虑的话 然后再提出解决的方法 去做更完善 比美国更完善严谨的法律保障下 而去推动这个法案的话 我个人也会觉得是可行的 也是会觉得是支持的 但如果在就是像 没有办法完善的保障 然后就是其实也只是 大致上讲一些 然后怎么推给卫福部 还是什么的 去做处理的话 并没有真的完整的制度 或者是政府的规范下 去强制推行 我会觉得这是 非常鲁莽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确实也会觉得 这是一个社会要有共识 也是要非常多的 一些沟通 然后去理解 然后去找出解决的方法 这也是很重要的 对 我也很谢谢这次有三位 真的是完全不同经验的来宾 来跟我们分享这一些 大家各自的观察 或是自己的第一线的经验 这样子 当然啦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题目 代理预模好了 就这个议题 其实不管是台湾 或者是美国 或者是中国 因为我们觉得 其实现在全球都在经历 高龄化跟生育率低的现象 所以这个事情好像变成是跟国家 绑在一起 好像是一个国家治理的手段 在改变 然后也让代孕的门槛 好像变成是一个 大家在争论的 就是他要更前一步 还是更后一步 还是要加什么限制 这样 这其实也是一个 全世界都在发生的现象 所以对 我也觉得今天有这个讨论 可以收集到不同 包括纽约啦 包括加州啦 然后还有台湾啊 这些地方的一些议题分享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 也很谢谢大家的参与这样子 对 可以最后反问一个小问题就好 好啊好啊请说 代孕这件事 对于你这样子的亲手女 就是说你还有生育能力 我没有了 对你来说 这是个重要的议题吗 我觉得以我是一个30岁 但是我还没有生育过的女性来说 我觉得她是一个相对抽象的议题 但她又很考验 我作为一个feminist的价值观的想法 就是我到底觉得这件事情是 可以帮助到更多我在乎的价值 还是她可能会不小心 再无意间侵蚀到我相信的价值 我觉得她是一个蛮复杂的辩论 但是因为我自己还没有担过母亲 我相信母亲跟孩子的那个连结 不管是在怀孕期间或者是变成母亲这件事 我觉得那个体会一定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真的是非常case by case 就刚刚我听到Lily的故事 我会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分享 但我也会听到一些 哇我觉得有点让人担心的事 尤其像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中国的讨论 我知道中国的一些女性社群 对于这个议题是非常非常反对 因为他们看到很多女性被强迫生育啊 被推入火坑啊 或者是不得不从事一些工作这些 因为像中国虽然是禁止代孕 但他们私底下的那个地下产业 也是还蛮发达的这样子 所以有很多的灰色地带这样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开始同步的去思考这些事情 然后可以从不同的立场去 有一个充分的讨论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棒 好我们今天差不多录了一个半小时 现在我还是要再问一次那个问题 就是关于我们的节目叫做你那边几点 所以我现在还是要问一下大家 就是你们这边现在是几点 文威这边是3点29分 我们聊了好久啊 很累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Lady呢 我这边是3点半 乌乌这边3点半 我这边也是3点半 什么为什么我们慢一分钟 对 因为我们就对 sorry我们所有人都在台北这个时区 好啦 那感谢大家的收听 也很谢谢三位的来宾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